两人本是天选的最强CP 刚上场就被人打成了弱鸡 一个被困荆棘涌里 一个也被前后夹击 蓝哥毕竟是拥有四种元素的天堅自由者 右手一个火元素灼烧荆棘 左手一个雷元素猛烈电击 最后风之翼瞬间转移 这一下的变化极快 片刻间就留下蒙久呆蒙的迎接陨石 但毕竟战斗经验丰富 迟疑了一下便立马想到把陨石扔向被困的法华 这可不好 要是法华受伤蓝哥也同样会受伤 眼看火球越来越近 蓝哥赶紧使出锋刃助法华砍断荆棘 好在终于挣脱了束缚 但还是一个死局 法华来不及将制盾释放开启防御 没有办法了 只能开启两人的秘密武器 无双有队 同生本命 正是出风神斩对抗蒙久的蓝哥瞬间失去了法力 我的元素之力消失了 法华瞬间吸走了蓝哥所有法力 这才加速开启他的最强防御之盾 此时隐石已尽在支持 蓝哥这边没有任何防护 眼看即将一命呜呼 额头上的无双珠光影立刻显现出来 这一刻可以说是吐起胡跃间的转变 全场所有人 没想到一个裁判 能够瞬间收了这个聚火球 这实力不知道是到了何种段位 这一战虽然是赢了 但面对个体实力都不如自己的组合都显现失败 更何况后面比试的实力都在六阶以上 最大的问题出在两人没有配合默契 还有五天下一场比赛 两人为了拿到解灵印 不得不一起练习 都上场比赛了 两人都还不知道同伴擅长什么 几天下来两人也算默契许多 但时常还是会有点小插曲 就在他们嬉戏打闹间 两头演发红光的狼在偷偷观察着 很怕